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 西方人中午不休息 我们曾经搞个下十字 结果发现不适合于中国的生活 很多人到了下午就没音声了 所以中国这个生物中调节 还是它有一定的规律 其实真正的感觉是 在国外它的生物九点钟上班 四点钟下班 但是它的工作强度 工作力没有我们这么大 其实中国人最近这几十年的工作强度 超过了国外 所以它有我们国家的发展 所以我们讲的 包括中间午睡到晚上睡眠 这是六到八个小时就够了 好 睡觉 这个很难说的 意味在哪里 就是使我们的能量 得到重新的屠成和分贝 有利于你的精神和体力的恢复 这个大家有力理解 就提过去 好 第二 睡眠的机制和重要性 我们大家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现象 睡眠其实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是我们大牢 一个主动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被动过程 但是我们想去 我们上场睡觉 我是一个被动 我稍微睡着了 怎么怎么的 其实不是 就是睡眠 它是一个大脑的 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主动过程 它与这个 而且呢 它有这个睡眠中虚 和睡眠大脑皮层的调节 它与清醒的这种 知觉状态 是一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这是给大家这个概念 睡眠是一个 我们大脑的一个 自主调节的过程 如果干了的这个睡眠的过程 就自主的调节过程 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一些 失眠的问题 就这么去理解 不是说呢 哎呀 到时候 外面吵啊 怎么怎么怎么的 其实我们人啊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只是说呢 可能受到其他原因 干扰了你的这个 主动睡眠的机制 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以前 哎呀 当然 如果安静的环境 把灯关喝 这是一个睡眠条件 这是一个睡眠条件 但是呢 真正发动睡眠 是大脑的一个主动的过程 啊 好 这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 适当的睡眠 是最好的消息 啊 啊 这个是维护健康和体力的基础 也是大脑进行学习和创新活动的保证 啊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 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好的睡眠 你才会有好的创新工作 精力充沛 啊 对于老年人 好的睡眠 是养生保健的 关键的一步 对于青年人 好的睡眠 是你适应这个竞争的社会 进行创造性活动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啊 就是说如果一个作为一个青年人 一个老是睡眠不好 那么他去迎接考试啊 晋升啊 去写论文啊 去做报告啊 那是肯定得不到创新的 啊 得不到很好的工作 也就是说呢 你的很多人 为什么最后啊 有些人能够成功 其实在大家读书的时候 啊 自立所谓的都差不多 但是有些人能够成功 有些人能够成功 当然与外界的事件 但是也与你的这个 自我调节的方式有关系 啊 这个里头就牵涉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里头呢 睡眠的自我调节 和举动的过程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啊 好 简单介绍一下 睡眠的这个 这个过程 周期和功能 啊 啊 我们通过这个现代研究 把睡眠呀 啊 分为 两相 四七 什么叫做两相呢 就是一个叫做 飞快动眼相 就是睡着了 这个眼睛啊 不在里面动 啊 不在里面动 啊 不在里面动 这是 啊 还有一相呢 就睡着了 这个眼睛在里面啊 检查的时候啊 在里面 呜呜呜呜地就拽 那 这里 这样 这样 这里面眼睛在里头 动 叫做快动眼期 睡眠 好 这是一个 接下来呢 好 我们睡眠呢 叫做呃 瞌睡期 浅睡期 中度睡眠 新睡期啊 瞌睡期 浅睡期 就是浅 就是说你睡眠很浅 刚刚进入睡眠 而睡时期的比较好的 是要进入中度睡眠和深睡眠 好 而且呢 必须要进入这个快动眼睡眠 啊 必须要进入这些时期 啊 如果没有进入快动眼睡眠期 你的这个 恢复你的这个脑的这种 调节你的情绪的功能 脑的记忆功能 就得不到恢复 啊 这里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呢 就是说 如果啊 在这个时期 在你的睡眠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睡眠周期 大概是九十分钟 前面 六十到七十分钟是 就是眼睛不动 好 后面有十几分钟 是眼睛在这里 二十分钟 就是眼睛在这里动 好 那么呢 这个时候 如果把你眼睛动的这个时候 把你叫起来 你就感觉到自己在做梦 啊 叫一个 就感觉自己在做梦 做梦一个 这是科学研究发现的 好 这是 好 现在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是大脑进行这个 恢复脑力 啊 进行 各种脑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神经脑科学 叫做脑网络 去用神经网络的这个理念 去理解这个大脑的工作模式调节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另外一种调节的功能 就是说在眼睛不动的时候是恢复体力 而在眼睛动的时候其实是恢复了精神的恢复你的脑力 好 每个人睡眠呢 有四到六个周期 一个周期九十分钟 六九四嘛 就是说大概五到八个小时 好 成人呢 大概一般来说呢 睡六到八个小时 好 这里就说 儿童要睡多久 儿童 生下来的儿童 一般要睡十二到十六个小时 或者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 好 老年人要睡多久 还是要保证六到八个小时 不要以为啊 哎呀我人老了 现在有这个概念 我人老了 就睡了嘛 三四个小时就够了 这其实对于你的脑力 保持你的影响 我们现在认为呢 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的 但是还是现在认为 就是只要是成年人 那么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应该要保证 好 睡眠的生理功能 那就是说 就是说睡眠呢 促进脑功能发育 这个呢 所以儿童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他十二 就一个婴儿或者小孩 反正就是告诉他 他要十二到十到十八个小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睡眠小时慢慢的 他会缩短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婴儿的时候 睡眠时间很长 到了这个小学啊 中学啊 他慢慢慢慢缩短 这是那个 所以他主要是促进脑发育 好 第二 睡眠的功能 巩固记忆 年轻的时候就是巩固记忆 和调节心境 睡眠的功能 怎么意思呢 所以你看了一天的书 咱们都是在清华大学里头 你读了一天的书 看做了一天的事 背了一天的课本 我们家里人还年轻 好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要睡眠好 如果你睡眠不好 你肯定学的东西就学 就记不住了 好 然后呢 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啊 某一天我遇到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啊 你睡一两天 这个事情呢 就慢慢的淡化了 其实这就是睡眠的功能 叫做调节心境 这就是睡眠的功能 好 然后就是恢复体力 恢复你的精力 就是睡眠的功能 出长 生长 严返 衰老 严返衰老 所以呢 必须要保证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为什么现在的人生活好了 不管事了 咱们有个是这么讲 如果到了老年的时候 你可以少管一点点事 保证自己的身心 去一种一种逾越状态 你可能就活得更长一些 咱们如果咱们就是可以 你看看后来你比那些同部队里头啊 高官里头退下来的 那些没管事的都活得长一些 那些管事的管的操心太多了 好像呢 活得短一些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规律 这只是我们从临床上是这么观察 因为确实睡眠睡得好 就增强了你的免疫能力 你抵抗其他病的能力增强了 然后呢 它保护了中区神经系统 所以我们说啊 一定要保证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 但是到底要睡多久 这个也没有绝对的要求 就是说你啊 咱们下面会讲 好 睡眠的客观评价 就是说你到底睡了没睡 现在医学有一个脑电图来做检查 在你兴奋清醒的时候 那么呢 你看这个脑电图啊 它是那种活跃 就是我们叫做贝达波 就是快波活跃 一个快波 兴奋的时候贝达波快波活跃 就是他 这都很乱 好 你惊喜你不怎么想事了 好 就进入阿拉法波 然后你再打瞌睡 好 就变成有一点点慢波了 好 你睡眠了 就是data加贝达波 快慢波上面有一点点快波 然后你睡得很深 那就是一个很慢的波了 好 昏迷了就更慢波的波了 就是说呢 你的睡眠怎么样 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在科学的研究上面 很清楚 你到底是睡着了 还是没睡着 你到底是睡着这里还在想事 还是没想事 这个科学研究都有定论 都有这个研究的出来 而且呢 还有呢 把你这个舌相 我们叫做睡眠研究室 我们把这个舌相和这个脑电 给你都带上 那就有的人啊 他老是说 哎呀 我今天晚上一个小时都没睡 但是我们后来把舌相 和这个脑电图一带 给他一检查上 他其实晚上睡了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就是有时自我感觉没睡好 但是呢 他其实 哎 他睡了 但是呢 在做脑电图的时候呢 他一般来说 没有新睡波 就是那个眼动睡眠 很少 那也是说他睡眠质量不好 好 这是客观评价 还有睡眠质量的主观评价 这个也很重要 有的人 睡个四五个小时 就够了 他第二天精神状况很好 啊 就得到恢复了 也可以 啊 第二 有的人睡个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还是没睡好 啊 总是呢 还感到很 很困 很乏 就表示你的睡眠质量不好 那么这个你就要 看医生了 啊 第一 如果你觉得睡眠时间四五个小时不够 那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自己感觉到第二天经历 学习 体力 活动 都很好 那也可以 啊 所以呢 不完全强调那个 那是那么绝对 就是说 其实以你的自我 报告 自我感觉到 我能够承受日常的生活 我能够安排日常的生活 我心境比较愉快 我情绪比较稳定 我哪也不同 也没高血压 也没什么高血压 或者有高血压 我用一点 降高血压的药 我有一点高血糖 我用一点降血糖的药 一个稳定 那就行了 啊 那么我们后面都会讲的这些问题 啊 睡眠的质量 就是首先就是 你自我感觉 这个睡眠质量要比较好 第二天 就对年轻人来说 第二天我能够 集中具异力 能够看书 而且学习效果 考试效果都挺好 那么这个睡眠质量 就是好的了 我第二天 书也看不进 头又昏脏的很 那不行 这是自我评价 好 睡眠是社会问题 还是医学问题 现在在现代竞争社会 有报道认为 在青年 在这个中青年阶层 就是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人 都有过失眠 这个报道呢 应该也没错 就是睡眠的失眠 它是个阶段性的 在一个有任务的 阶段性的时候 它可以有个短暂的失眠 失眠几天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或者失眠了 半个月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好 它又慢慢来调节过来了 这个属于任务性的 或者或者景欲性的失眠 所以增加了患病率 好 到了老年 家里有些事情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呢 有时候没有什么原因 突然失眠 容易 当然了 有时候你到第二天起来 你最初感觉到自己 如果有精神 有好 比较好 那么一般来说 你要睡个五六个小时 应该是可以 应该呢 就可以 但是第二天一定要感觉自己的精力充沛 我体力上没有明显的感觉 我该看电杂志 看电视 去做打太极拳 做这些活动都挺好 那也可以 所以 这个主要是对学生和年轻人来说 竞争的这个和我们的白领阶层来说 这是睡眠是不是社会问题 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我们的竞争环境 造成了我们有我们叫做警律性的失眠 或者任务性的失眠 或者造成你这个情绪状况的不好 然后到处的失眠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好 医学 它是做什么 医学 那么就是试图帮助人民来改善睡眠资料 以提高人的自我调节能力 就是提高你的自主睡眠能力 因为我们讲了 睡眠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调节过程 而我失眠的就是因为我的自主调节功能失调了 那么医学的 它是想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你这个自主调节 提高你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但是也承认医学有些药物可以引起失眠 比如说有些高血液药物 有一些抗血脂的药物 等等 好 另外还有我们精神类的一些药物 低血液药物大多数是改善睡眠的 但也有小数的兴奋剂 比如说利塔林 这小孩吃着空子多动的 还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也可以引起 但是那些都属于药物的副作用 可以引起失眠 但那是小数 不是主要的问题 好 睡眠不足的危害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讲睡眠功能的时候 其实就是影响大脑的创作性思维活动 影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影响免疫系统和降低身体抵抗力 好 然后他常常与焦虑抑郁共病 为慢性痛痛 共同存在 就是说当你睡不好的时候 反正呢 就是身心状况都感觉不好 这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里 罗列了一下 失眠的原因 失眠的原因 那我们首先讲心理因素 就是说不愉快性的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焦虑性的事情 常常能导致失眠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一般来说 一个导致你失眠的现象 一般不超过三个晚上 如果超过连续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最好看医生 一两个晚上你可以自己挺过去 超过了三个晚上 人停下来 就挺 就指着对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吃点安眠药 吃点安定 好 包括任务性 一个什么任务 年轻的时候 一个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 必须在加夜班做完 但是加个一两个月班三个月大多数人 当然有时候人经历好 搞个个半星期也行 但是那毕竟是 那就是拼命了 不主张 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拼过 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但是呢 就是说 但是到了老年 到了中年 就不主张是这样去弄了 还是 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保持可持续发展 好 对年轻人 失恋啊 考试啊 都可以呢 造成失眠 这是心理因素 还要急性事件 或者慢性事件的复兴情绪记忆 我们当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 就是有一些重大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或者呢 一些慢性的 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 家里亲人啊 生病啊 子女的就业啊 考试啊 生女的什么的啊 等等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 这是这些一些不愉快的情绪记忆 而这些不愉快的情绪记忆 常常是干扰我们睡眠的 啊 一个原因 好 这是第二 环境因素 啊 你的生活环境 啊 所以我们讲了 环境其实是第二位的啊 我们当然包括你的生活环境 生产环境 职业环境 人际环境 还有一些过于过度兴奋的环境 也可以引起你短暂失眠 啊 但是呢 环境因素 引起你短暂失眠的因素呢 不是主要的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 失眠性 当外面噪音很强的时候 我们会提出向外抗杠 或者改善环境 啊 所以呢 这不是主要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平常通过一些极端的例子 讲楼上总是在敲敲敲 总有点噪音 然后上下楼是这么吵啊 吵啊 其实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有一方 有问题 啊 有一方有问题 要么确实是楼上总在发出造人 要么就是楼下这个人呢 过于敏感了 或者出现幻听了 所以我们说 肯定有一方有问题 心理问题 啊 所以环境因素 多数情况在现代城市里头 如果不是在搞基建 不是一些特殊事件 多数时间我们的环境 应该不是主要的 而是呢 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导致的 然后就是睡眠节零问题 比如说老师倒晚 倒晚一般 打热你的睡眠节零 这个确实有影响 但是呢 年轻的时候可以调过来 今天晚上没睡 明天晚上补一睡 补睡一觉 就恢复了 好 跨时区 我们跑到美国去 就是跨时区 颠倒 好 睡眠需要调节 但是呢 那个呢 一般来说呢 有个 你的适应能力比较好 有个三五 一两个星期你就适应了 也没事 好 生理因素 饥饿啊 疲劳啊 性兴奋啊 等等 好 让你不想睡觉 药物因素 和食物因素 咖啡和茶 所以从我们的医学的角度来说 咖啡和茶不主要晚上服 或者下午 或者下午服 上午可以服 上午可以喝咖啡和茶 别到下午三点以后 还去喝咖啡和茶 至少我是不行 我自己搞这个年纪力 我发生的事 我发生的事 我最后上午喝点茶 喝点咖啡 一到下午了 我就不敢喝了 一喝 我肯定今天晚上 我就得加一片安眠药了 这是我自己的规律 就是说咖啡茶 当然另外就是呢 精神障碍 如果是抑郁症 焦虑症 强迫症 那就影响睡眠 另外呢 就是躯体的各种慢性痛痛 颈椎痛 腰腿痛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刚才就有老师提出来了 一些慢性痛痛问题 肩膀也痛 甚至是骨关节也痛 怎么办 首先要做检查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是一些关节痛痛 大腿痛痛 如果做这个 核磁共振 或者是 照片 没有发现气质性的原因 或者没有发生什么 挖郎结极业啊 那可能就是呢 你的这个 我们叫做躯体发痛痛 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首先 要看骨客 就是骨客觉得他说 哎呀 这个痛我没办法了 那么你就会想到 这是一个躯体性的慢性痛痛 我们其实最后 可以处理 如果骨客医生 他说他有办法 你首先给他处理 好 颈背这个颈脖子痛 老年人 都有颈椎病 这是肯定的 但是颈椎病并不一定呢 都颈 都会有 疼痛 这是第二点 好 第三点 就是说呢 你必须 像发生这个颈相痛 做一个 颈椎照片 或者颈椎 核子共振 好 给医生 骨科的医生 或者颈看颈椎科的医生 要他们看 是什么原因 或者直接 有没有压迫神经 因为压 真正压迫了一个神经 它就有一个神经 走向性的疼痛 那能够定位 如果不能定位 这也叫做慢性 躯体发疼痛 能够定位 骨科医生解决 如果骨科医生说 他检查查理 他不能给你定位 好 这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就是这种慢性疼痛 这个事情 就是各种慢性疼痛 其实到了老年之后 就是你的痛觉 敏感 竟增强了 然后呢 再加上呢 躯体的 老了之后呢 它有一点点刺激 然后呢 就引起了这种疼痛的 过度的放大 这个时候你用止痛药 没效果 效果或者不理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就给你的 下面就可能 建议你 我们用一些抗焦虑 抗抑郁的药物 帮助你调整 很多病人好了 这个失眠的原因 就是慢性疼痛 到处失眠 我一上了床之后 我一身都痛 痛得我睡不了 但是一检查 好像 医生呢 又说 查不出什么大的原厅呢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就想到 可能是一种 我们叫做躯体发症状 好 刚才也有的老师说了 哎呀 慢性失眠中的自动思维现象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睡困难 或者早醒后 失眠在床上 控制不住的 想一些事情 或念头 与担心睡不着啊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总在脑内出现啊 总在想同一件事 或很多事情啊 不由自主地想 这个现象 很多见 我们叫做 自动思维 是干扰了睡眠的 主要心理原因 他主要是干扰了主动睡眠过程 这就是这种叫做 在失眠当中 我们肯定有很多人 这种现象 就叫做自动思维的 我不去想他 他脑子里头啊 自己 一下的一个事情 一下一个念头来了 好 睡觉吧 睡觉吧 他又一个什么事情 一个什么念头来了 这个叫做自动思维现象 自动思维是怎么回事呢 我和大家说一下啊 主动思维和自动思维 主动思维是指有目的地 自我感觉在进行思考 回忆 推理 回想 联想 进行逻辑思维的过程 能够自控 这就叫做主动思维 这是一个主动思维过程 自动思维是指无目的 无头绪 在老六进行的反复思考 回忆 回想 事件像过电影一样的反复回放 思维过程呢 比较难自控 他必须要动一下 或者我翻个身 或者我把头动一下 好像把这个思维打断了一下 或者自己主动思维告诉他 不想了 不想了 动一下 不想了 打断了一下 自动思维有利有弊 有利在哪里 如果我们在进行科研 教学的时候 进行研究的时候 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哎呀 我这个问题 反复在举动想 想不出来 哎呀 突然哪一天啊 一个念头出来了 哎 我赶快把这个念头记下来 这就是自动思维的 好 按照我们所说的 叫做灵感 咱们做科研 我们做科研 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自动思维 有好处 产生灵感 但是如果这个自动思维 影响了你的情绪 干扰了你的 主动 睡眠过程 或者它产生 另外一些事情 那就会产生一些 心理症状 就是就是它 有利有弊 好 下面我们也讲一讲 自动思维 与心理症状的关系 这个大佬 我们刚才讲的了 在我们觉醒状态的时候 有觉醒状态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是主动思维 我们大多数的思维活动 是主动 就是说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我们是主动思维过程 在觉醒状态的时候 活动状态 或者有目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百分之 但是我们其中 还有百分之五到十 我们自己有感觉 突然走一点神 这就是自动思维 这个走神 如果不影响你的一些什么问题 咱们不需要去干预它 不需要干预它 不需要医学处理 好 如果这个自动思维 它老是想去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 突然 所以在目前社会当中 最常见是哪些问题呢 就是说自动思维 它总是想到 哎呀 想到最坏的事情 哎呀 我家里会发生什么 或者自动思维 总是回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总是回忆一些 或者想一些 自动思维当中啊 我本来不想这个 突然 只要一安静下来 就想一个哪个 哪个家里啊 哪一个人啊 曾经怎么样啊 就把那些不愉快的事件 或者儿童时机率 或者青年时机率 或者老年时机率 或者最近的 出现了 如果老是这么想 这个比例 如果占到百分之三十 我们就要考虑 恶劣心惊 这个比例 如果占到百分之五十 我们要考虑 抑郁症了 如果 好 从这个自动思维 变成了主动思维 哎呀 我心情 好 那么我们就考虑 肯定是抑郁症了 就是说 从认知的角度 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从正常的角度 我们应该有百分之五到十的 自动思维过程 这是对的 需要的 但是过度了 但是如果 好 比如说 好 在现代社会 在学生当中 就是社交 社交交流症 我们好多学生啊 不敢到脚头上去讲课 去表达自己 这是中国学生的一个特色 国外学生就鼓励你啊 在各种场合 发表自己的年论 为什么呢 我们的学生不愿意讲呢 就是说 他总觉得讲出来 要讲之前很焦虑 所以就一直的 他把这个思维啊 进行这个 条理化 所以他就不敢讲 就造成了社交交流症 好 自动思维 如果老是想到 我们这里有一个疑病症 老年生 或者 我就举一个 最近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只敢 其实只有二十几岁 他只打一场球下来 打一场篮球 他又喜欢打篮球 打一场球上来 他就视体温 三四七度三 他就觉得自己 一身都发热了 他就很紧张 其实打一场球下来 三四七度三 是正常的 和异常的一个边界线 三四七对五 我们英文是发烧 三四七对三 是体温有点偏高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 喝了热水 活动了 这也是正常 但是呢 他就抓着这个 强迫性思维 他觉得自己呢 可能犯了查不出来的病 所以在北医六院啊 在北医三院啊 在咱们医院做了很多很多检查 最后呢 好 他承认了 不认为自己呢 总因为自己犯了一个躯体疾病 得了一个呢 血癌 白血病 你们查不出来 骨癌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一个二十岁在侵犯读书 不会犯 这个谁 这个反正来这里 这是几十万人里头的几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就告诉 而且做了一些检查 都正常 这就是一个疑病症 典型的疑病症 但是在大多数人当中呢 也有一点疑病 有一点疑病是好事 什么好事呢 就是说 你有一些对病的警觉性 你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概念没有 有这个体会没有 老是有点小病啊 你倒活得长 还活得好一些 你天天好像自己精神特别好 突然来一个病啊 你抵不住 突然走了 突然走了 所以呢 所以很多现象 他都有一个 不能过度 过度的疑病也不行 就老是天天去泡 泡医院 离不开医院 我现在说的一个老年纪的一个 他一回到家里 他就病了 一到医院 他就好了 这也不好 但是呢 老年纪的 我天天精神特别好 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种去干 那也不好 说明你没有这个疾病的预警系统啊 不好 这个时候突然来个感冒 或者来个什么东西 你突然得了重病 这个现象呢 我们当医生的 变得比较多 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 到时候告诉我 他本来挺好的这几年 连个感冒都没有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 后来我们就告诉他 一个人啊 最后啊 一年啊 感冒一次 小感冒一次 或者呢 老儿童童一次 做一个体检 这样呢 有好处 就是提高了 激活了你的一个免疫性 别搞到三年五年 一年都不感冒 如果在三年五年不感冒 你至少要打这个疫苗 打这个感冒疫苗 这也是一种激活免疫 就是说 你发现没搞不好 那你就去打疫苗 举动去打疫苗 还是要把这个免疫系统 要激活起来 别人当中真正来一次病 你这个 你没有免疫系统 但是你的预警系统又不灵 那就容易出事 我们也说了一个 本来是一个头痛的病人 就要感冒头痛 结果 住在几天突然 洗个澡 感冒了 他说 然后一个 哪一个兼职性肺炎 那其实就是这个免疫系统 过度激活 就是好几年 他说 他说这五七八年 他没感冒过 这一天 真的一个感冒 这个免疫系统 过度激活 就引起一个免疫 引起一个兼职性肺炎 就发作了 不是细菌感染 这个就是免疫过度激活 然后就要上级数 一上级数就好了 当时如果没查出来 这个病就有死 所以在这里 我也告诉大家 就是说 从老年保健的角度 和我们身体保健的角度 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是个人 我一两年 我要么去打一次疫苗 要么我就让自己感冒一次 小感冒一次 这样你的免疫系统 就处于一种比较好的 一个应急状态 激活状态 就是一激活也不能太猛 要么又不激活 这都不好 好 还有什么 管发性胶内症啊 创伤后应急障碍 这也是一个心理疾病 就是每个人在他的医生当中 都会受到一个畅伤 包括文泉地震 亲人的离力 失恋离婚 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也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 一般来说 按照我们的这个 如果在古代社会 叫做七七四十九天 然后呢 休效三年 这是对的 从那个时候的角度来说 是对的 就是让人呢 有一段时间呢 去慢慢去实应 但是呢 也不能 但是从现代社会呢 就不可能让你去休校 休校三年了 那么呢 给人以三天几天几个星期 然后你马上又要去工作了 那么这不怎么办 那么有的人 就是总是 把那个场景啊 总是那种不愉快的场景啊 控制不住的 在老子里面出现 那个场景 我们叫做唱几后应 好 他就只要一见到那个场景 他就想回避 或者激起他心情的一种 不愉快的体验 我们这个就叫做 畅伤后应急障碍 这也是 现在 在现代社会里头 有意见到的 当然这些应急障碍 我们讲呢 一是大事件 另外就是 对你认为是重要的事件 而对别人认为不重要的事件 那也是说 也非常引起你的创伤 但是这个就是 你有创伤应急障碍的 疑感素质 而常常这个时候呢 常常会导致你失眠 常常这个时候会导致你失眠 这是 好 就讲这些事情 给大家来扯一次 好 尖端性失眠 这是每天晚上 醒来 两到三次 我们叫尖端性失眠 每天晚上醒来 一到两次 允许 老年人 更允许 但是超过两到三次 这个你的睡眠 质量就可能不算很好 好 我们后面会讲到时候 怎么去鉴别 浅睡 总觉得这个睡眠很浅 一醒 觉得我们叫浅睡性失眠 好 第二天醒来 总叫得好像没睡好 梦境性失眠 总感觉在做梦 整天晚上都在做梦 但是第二天呢 多数情况下 他还能够呢 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梦境是失眠 当然 对着看这个梦的内容 如果这个梦 是总是做的一些 不愉快的梦 肯定影响他的情绪 如果做的是日常生活的梦 倒不影响他的情绪 如果老是做一些愉快的梦 这倒还可以 就去看梦境是什么东西 然后 静域性失眠 就是环境改变 换班 有任务 考试 环境改变 我们叫静域性失眠 这个一般是短暂的 三五天 或者一两个星期 如果你自己能够调 调不了 借助药物来调 好 然后就是焦虑性失眠 一上床 还没有上床 哎呀 今天晚上我怎么 我睡不着怎么办 这就是焦虑性失眠 总有担心的事 抑郁性失眠 就是在睡眠的时候 睡着了 或者早醒 一醒来 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强迫性失眠 就是一醒来 或者睡不远 总想将同的事 强迫性失眠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分 然后到后面 就是混合性失眠 因为每一种失眠 我们处理方法不一样 混合性失眠 就是上面这些失眠 它都有 这是比较严重点 相对来说 需要医学干预 就是混合性失眠 这个失眠我对了 怎么办 就是有这些现象 当然我们是按照症状 这种出现什么样的失眠 我们再给你分 好 失眠的诊断与干预诊断 因为是医学 它必须讲诊断 讲鉴别诊断 失眠尝试外界诱发 或大脑睡眠调节功能下降 承受日期或适应能力下降 所造成的 那诊断失眠 首先应排除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 导致的激发性失眠 就是你失眠的时候 我肯定首先要考 你是不是有其他病 包括躯体疾病 包括慢性疼痛 包括这个抑郁焦虑 重心精神 或者你前进是不是犯过一些抑郁焦虑性疾病 好 我要考虑 偶尔失眠是一种普遍现象 诊断 不逆扩大化 就是说我们有定义式失眠 星期六星期天 晚个两个通宵 星期一 星期一 我睡了一天 这个 不需要医学处理 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 今天搞了两天 然后第三天 我就睡一觉 大家就 这不需要医学处理 需要医学处理 就这种失眠 慢性失眠 我们讲的是慢性失眠 是失眠每周至少三次 就是至少每个星期 有三天晚上你睡不好 然后持续一月以上 而且对你的社会功能 审害 失眠 到最显距的苦恼 这个苦恼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人就因为 我睡不着觉 我想死 哎呀 我怎么这么 这么活到这么 我今天晚上 像我这几个月 多么睡好觉 我睡不着觉 我要睡好觉啊 就好了 就是精神苦恼到这种程度 就是有时候 这个想死的念头 是不由自主的 不是说自己 哎呀 我真正的去想死 这个念头啊 就是说 我哎呀 我这个睡眠睡不好 我怎么办啊 吃了那么多药 吃这个安定热 又怕依赖 吃中程药 开始吃有点笑 吃到后面又没笑了 怎么办 这一律律的问题 最后呢 说没治疗 没治了 好 然后就说 哎呀 好 然后这 苦恼 然后呢 自己的家里的问题啊 什么问题 而且呢 长春有这个事情 哎呀 其他事情 家里 其他人的事情 能够小管一点 就不管了 哎呀 什么事情 我都不管了 啊 啊 啊 就一个人 待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不管 啊 苦恼了 但是自己的 并不愿意这样 但是呢 没办法 被这个 失眠啊 折磨到 就这个样子 所以叫做精神苦恼 啊 精神 好 那 起诉到这个程度 好 我们就说 哦 你可能是一个失眠了 当然失眠 我们可讲了 有很多原因 好 好 医学所关注的失眠 医学所关注的失眠 我们讲呢 有些失眠 我们医学不关注它 它可以自我调节 医学所关注的失眠 就是无眠性 无明显原因 或者没有什么事 引起的失眠 或着醒 诶 有个没有什么事情 突然失眠了 这常常说明啊 是你这个大牢啊 自我调节 这个机制下降 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 诶 这倒是要考虑的 没有什么原因 这是医学 有紧张性生活事件 或者不愉快事件 发生以后 就是我们家里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或者考试 或者年轻人考试 晋级 或者与人发生 这个预领导 发生一些误会 或者领导批评啊 等等 好 造成失眠 一两周以后 还不恢复着 那个失眠 那就需要医学来帮助了 头几天可以 你自己去调整 因为你知道 我和人发生的冲突 我心情不愉快 因为总有些利益的 有时候在工作当中 总有些利益冲突 年轻的老的 或者一句话 好 这个事件 导致了 一两个星期 你还恢复不择 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 慢性失眠 伴有心境恶劣 郁闷者 慢性疼痛者 慢性失眠 好 你又这里痛 那里痛 然后查起来呢 又没什么大问题 好 这些医生 痛痛科的 骨科的 内科的医生 因为呢 你没有 这些 没达到这个程度 然后失眠 伴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这是医学 我们医学心理学 所要关注的 日睡困难 或早醒后 脑内控制不及地 反复地想一些 不必要的事情 已经做的 没有做的 不愉快的 日常的 以往的 总是回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看着我要加快了 好 失眠 与心境情绪的调节关系 短期失眠 就是一到两座以内的失眠 它可以引起你 头疯脑脏 心烦 距离不集中 这个多数情况下 可以自我调节 慢性失眠 常常就影响 你的心境调节了 就是慢性失眠 它主要是干扰了你 由于这个心境 和这个失眠的过程 干扰你主动的 愉快调节功能 这造成苦恼了 我们说慢性失眠 常常与心境情绪的调节 有关系 好 这里想讲一个概 失眠与抑郁症的关系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医生诊断 在我们客观的当中 如果医生说你是抑郁症 我们统计发现 80%的抑郁症的患者 有失眠 但是我们不能说 失眠的病人 80%都是抑郁症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只告诉大家 抑郁症当中有80%是失眠 好 无诱因 经常早醒 尝试抑郁症的早期症状 没有原因 你们遇到什么事情 除了早醒 我们告诉你 可能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状 但这个早期可能早半年 有的时候早一年也有 但是多数情况 是早三个月 好 慢性失眠 与各伴要心境恶劣 郁闷感明显 兴趣明显下降 孤独感 或者感到一个无助感 我们确实要考虑抑郁的可能 抑郁症的可能 就是失眠与抑郁症的关系 那么就是这个关系 好 睡眠与梦的医学解释 偶尔做梦 日有所思 热有所梦 这是正常的 没关系 一段时间经常做梦 那么它常常反映你的一种心境状态 比如说被追赶的梦 做梦之后感到一种紧张的梦 代表你取一种焦虑的心境状态 总是梦见不愉快的人 或者是 或者总是梦见一些已经过世的人 逝世的人 当然你可能是在回忆这几家人 但这个时候 如果总是在遇见这个事情 说明你处于一种轻度的抑郁状态 总是做相同的梦 我们就说你可能是一种强迫状态 好 日常生活或者做一些比较好的梦 多样的梦 那说明你的心情呢 处于一种轻活状态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梦 主要是根据这个梦对你的情绪的影响 我们就确定 而不是说呢 你这个梦到底具体是什么 我们只是从医学的角度 我们不关注这个具体的事 我们更关注这个梦 与你的心境的关系 好 而且关注这个作用以后 对你心境有没有影响 对你的情绪有没有影响 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好 失眠心境恶劣与慢性疼痛 比如说慢性失眠三个月以上 持续的内心轻度的不愉快 一反 但在公众场合常常有说有笑 一般工作也能干 但是你自己感到容易劳累 或者全身或者局部疼痛 慢性失眠 办头痛 颈背痛 腰背痛 四肢肌肉 关节疼痛 而这些疼痛呢 你全身体检 或者疼痛部位检查 又基本正常 给大家一个概念 不用理想到失眠慢性疼痛 就是心理病也不是 首先你必须做躯体检查 做一两次躯体检查 不管哪个地方疼啊 哪个地方 然后再来做心理检查 疼痛检查 疼痛检查完了 因为你不是病 你看啊 我们不知道大家 咱们那个何师傅 就是一个关节 腿关节疼痛 就是原来那个肿物理 现在在我那边 御前医院当这个主管 他就是那个做了关节 老师做的这个关节很痛 做了关节症 做了这个核磁共症 只抱个有一点关节的什么骨裂 后来我们就给他上一个塞罗特 然后再上一点 止痛的也 关节痛的药 就好多了 就能够正常工作了 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身心疾病 就是一 要考虑区体原因 第二要考虑一个 恶劣心境 到处把这个疼痛放半 好 所以给你造成很多不舒服 所以这必须是两种病 必须要 所以我们讲了 一 医学检查 第二 心理 医学心理检查 两个字都要做 这样才对你有利 不然的话 你就会慢慢拖下去 你的生活质量受影响 好 失眠与区体其他疾病的关系 如果你有液尿 老是晚上醒来 有液尿 要减了三四小便 但是呢 你的肾功能检查 是正常的 小便检查 正常 抽的这个血 这个肾功能 什么鸡肝呀 尿素蛋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 那些检查 也是正常的 告诉你的肾功能 是好的 这个时候要考虑 你是一种焦虑性失眠 焦虑性失眠 到这里你的医院要增多 一般的 如果你晚上不喝水 老同志 一般晚上上一次厕所 是允许的 正常的 上两到三次 或者五到六次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就告诉他 首先你查 你的肾功能 对不对 小便 正不正常 然后你的这个 肾功能 正不正常 一个那方面 都报告 做一个生发检查 都出来了 一个生发 一个 一个的检查 都出来了 好 如果这些方面 检查是正常的 那么呢 就要考虑一些 焦虑性失眠 引起的这种 咽尿症多 好 晚上经常出现 胸梦 气短 心肌紧张感 但是心脏的 各项检查是正常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 就是你可能是一种 躯体发症状 我们有很多医生 很多人 经常晚上到112 打112 打110 或者是到了 但是一送到医院去检查 又正常 又没事 这个也要考虑 是焦虑 或者抑郁症发作 导致的植物神经功能 就稳乱 当然 如果你有 腹肌系统疾病 你是一个慢性 阻塞性肺气种的 阻塞性肺气种的 那么总是有憋气感 如果你失眠了 那你就不要用抗 animate的药物 那个会影响你的睡眠 会影响你的身体 所以 所以失眠 与区域的疾病的关系 所以医生 一定要详细检查 好 下面我们就讲一讲 医学心理的调节 与治疗 怎么办 一般干预 改善睡眠和工作 家庭环境 环境能改变 不用服药或短期服药 有些保健运动或动作也有效 所以首先告诉大家 其实 如果你有失眠 开始 你可以去做一些活动 御家 气功 太气泉 都可以 改变自己的环境 感少噪音 这是一般干预 应该是有效的 如果没效 就是第二步 心理支持 短暂失眠 可以自我调节 通过一些体育活动 活动 交流 谈话 等等 可以 给大家 缓解一部分 第三 就是行为治疗 转移注意 我们 经常有这个事情 可能我们有些老同志 也有这个现象 就是说 听听收音机 看看一些无意义的电视 我就睡着了 这其实就是转移注意 这个失眠就说明你是一个强迫性失眠 但是如果你是个抑郁性失眠 焦虑性失眠 就没效果 所以对典型的例子就是说 我们遇到强迫性失眠的对典型的例子 他自己经常告诉我们 我坐火车 坐汽车 我睡着了 我住在家里 睡不着 这就是最典型的强迫性失眠的例子 而比较常见的 就是你听收音机 看电视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放出你交流 抑郁 你就是一个强迫性失眠 那么你通过这个转移注意 是可以给你改善的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扮有交流抑郁了 你再去听收音机 再去看电视 或者坐火车 那没效 所以对混合性失眠 对抑郁性失眠 那种转移行为疗法是没有效果的 好 失眠对工作效率 不能适应竞争的环境 或生活环境 辛辛苦老时 那就需要医学干预了 那就需要医学干预了 好 心理药物治疗的时间和停药的原则 那么我们讲了 我们给你做失眠诊断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系列的检查工具 或者临床经验 才能给你诊断 药物治疗其实很简单 现在常用的药 如果你是刚刚失眠 或者短暂失眠 我们一般也说 如果你没有那些躯地疾病 就敷一敷 什么疏弱安定 阿普错仑 每个星期吃那么一两三个晚上 把自己来调节 一般来说 一到两 不要超过两片 在两片以内是安全的 你可以长肌敷 但最好是一片 不要超过两片 这可以 如果没有什么 你家里也没什么 最近几年也没什么愉快的 不愉快的事 家里环境也好 儿媳也不愉快 或者家里环境 这个大家族比较和睦 用一点点 你一肯儿有一定失眠 用一点点安定就行了 这是一个 如果这个家庭 有些时候 总有些说不出的一些原因 有些原因在里头 总让你心烦 好 那我们讲到下面的事情 如果你有高血压 高血糖 半有失眠 就是这个血压老是 你在用抗高血压的药 它老是不稳定 或者血糖啊 你用了大气量的血糖 它还是不稳定 那么我们主张你 在改善生命的时候 要用抗脚内抗抑郁的药物 这个肯定是有效 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 我们都建议用 这个大概要用多久呢 要用 就是我们可以帮着你 把情绪稳一下 用六到八个月 我们就是说 我最具院里一个病人 用胰岛素 一天三次血糖片高 打四十个单位 在我那边住了十天 我们就给他用西太普兰 第五天血糖就降下来了 降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给他 把胰岛素降到二十个单位 一天三次 就给他降量了 就告诉大家 如果血糖很高很低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波动 就是这个波动就代表了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这个血糖 它还有自我调节功能 老是处在那个上面呢 真正的就是气质性的了 所以有时候有波动 或者有这个血糖有波动 代表你还有调节功能 一下子之高伏低 这个你肯定来看 做医学心理处理 这个对你有好处 好 家里或工作 有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到处的失眠 如果这个时候 你吃一点安定 没有效果 那么我们会给你 上一些抗疾瘾 抗抑郁的药物 大概呢 吃个三到六个月 好 时间解决了 稳定了 好 我们就给你停药了 好 如果我们最好确诊为你是抑郁症 或者是胶内症 那么我们会给你的治疗了六到十二个月 好 慢慢给你测药 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处理 这是我们长期的 当然好 抗胶内 抗药物 抗抑郁药物是什么 我们常用的 一个叫做西泰普兰 一个叫帕洛西丁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还有什么舍驱灵啊 等等 还有很多药 好 下面 也是处理怎么办 就是说自动思维 或念头 如何处理 如说困难的时候 脑内反复出现不必要的想法 念头 没有睡意 头脑很清醒 伴有轻度的抑郁和不满感 回忆不愉快的事情 如果没有干扰者 你这一个小时能睡 我们暂时不干扰 如果通过分散注意 看一些愉快的电视 主动思维 通过自己主动思维 能够地带 我们不需要 药物处理 如果通过这些行动来处理 不行 那么我们就接触医学的药物 来帮助你处理 就是一个是地带疗法 分散注意 一个就是说 就是我们时间放到一个小时 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处理 那么我们建议医学处理 就是说 就是在自动思维 或出现念头的时候 怎么办 好 讨论 还有两个 还有几个 好 长期服安眠药 是否有好处 凭我的临床经验 我们也见到过很多人 长期服安眠药 就看你的工作性质和你的生活质量 的要求 工作性质 或者你已经退休了 你没什么大的什么事件 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或者你也没什么大多的更需要的 需要像咱们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多的应酬 你服一点安眠药 你没事 但是不要超过两片 不要超过两片 超过两片 我建议你来进行处理 在一片到两片以内 我要服一服 长期服 问题不大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告诉大家呢 我上个星期还收到一个病人 一次 一个48岁的一个更运期的 失眠 苦恼 最近半年睡不好 他还想算了算了 哎呀 怎么呢 一一次吃了两片 两百片的这个艾斯措冷 睡了两天 醒来了 我们给他打了两天吊针 就没事了 住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所以告诉他 其实阿布措冷 或者虚弱安定 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呢 我们不主张你来长期加量 如果一加量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这一到两片 允许 如果没有什么事件发生 就是说 这个主要是为你能不能承受重大生活事件 或者发生各种新兴 但是呢 说明你天天要用安眠药 说明呢 一 你犯新兴疾病的概率比较大 犯慢性同众 其他病的概率更大 所以还是呢 早期处理好 别拖 但是我也告诉你 你觉得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处理 那么就医药费要增加 要进行正规去处理 因为次康安定店 两块钱 二十片 两毛钱一片 很便宜 好 要进行医学处理 那就是两块 二十块钱一片利用 十块钱一片利用了 当然了 就看你怎么去看看这个 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生活 如果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 我们不主张 每天都付 因为 在清华 咱们都是当老师当过来的 教学任务 科技任务 何况我们还有临床任务 忙得要死 你必须让自己的心情状况 处于一种 好的状态 老年人慢性失眠 是不是病 如果慢性失眠 没有家庭的那种运门环境 没有经济负担 没有亲情的隔阂 等外部因素 这可能是大脑调节 睡眠机制 就是主动调节失衡了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到 那是一种病 这是主动失眠条 但是呢 如谁困难 常常是早期 交流症状干扰了 你的睡眠的自主调节机制 早醒呢 如果是早醒 那就是抑郁干扰了 你的这个睡眠的 主动调节机制 好 慢性失眠后 承受家庭生物事件的能力 比如说家庭小矛盾啊 外去旅游啊 遇到重大事件 犯各种新型疾病的可能性呢 震荡 就这个现象 就是告诉大家 老年人还有这个现象 坐到壳顶里面打瞌睡 一上床 就无睡意了 说明你的睡眠的主动调节功能下降了 要检查 在我们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要考虑 有没有老年性抑郁干扰了睡眠机制的可能 要考虑老年性抑郁干扰了睡眠机制的可能 所以这个要去处理 好 还有一些观点和大家讨论一下 心理学上理解的情绪低落不是抑郁症 事实上不少抑郁症可以找到这样一样的环境因素 社会因素和心理学的因素 注意心理因素与情绪低落的程度持续时间 就是如果一个情绪低落持续 半个月到三个月影响你的工作了 最好请医生早期干预 没有必要让自己痛苦那么久 只有现代医学能够帮忙 我不早一点解脱一下好一些 别把自己拖得太重 特别是伤心反应 失去了亲人 当然有些失去亲人 所以我们主张如果失去了亲人干扰 头一两个星期可以过久了 三个月半年总是还是过不难 早一点干预 早点处理 让自己尽快出来 慢性躯体疾病 扮有情绪低落是正常的 不需要治疗 事实上慢性躯体疾病常常扮有情绪障碍 悦无治疗是有效的 情绪好卷 有利于你的躯体疾病的治疗 对症抗剧疾治疗绝非有为悦无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得了一些雨腺癌啊什么 宫颈癌啊或者一些一性癌症 或者现在不是立即致命的癌症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 今天也是一个科普嘛 就建议大家 尽量这个时候呢 抗抑郁治疗 很多一些癌症病人 其实是死于这种心理上的被我们说话的虾死的 虾死的 发疗死的 虾死的 就是它是一个极度的抑郁控制疗 我们处理了很多病人 雨腺癌症 症疾症疾症 至少我在那里 因为我以前在激发生育系统做这个工作嘛 我们做了他们介绍了很多病人 我们抗议一般来个 这个使这个生命期五年到十年都不成问题 好多这个雨腺癌是吓死的 可以告诉大家 雨腺癌其实不是那么可怕的病 包括肺癌 当然肝癌我们应当别人 肺癌 雨腺癌 不是那么可怕的疾病 其实 但是真正死的大部分 过度的发疗和过度的抑郁 好 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应当主要采取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效果不好 事实是 抑郁症是由明显的脑神经发学和神经生理改变 就是告诉大家 抑郁症其实就是大脑的调节情绪的功能的下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健康 康复的心理状态 但是呢 你就由于外界的原因或者自己的原因 好 你就做这个调节功能下降了 到时候的抑郁症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对于抑郁症 药物加心理治疗 要配合 缺医不可 不是雄队讲几句话 他的抑郁情绪就缓解 当然也不是说 我给你上底的抑郁症 你的病完全好 必须两者结合 效果挺好的 真火医院 你常见的是神经衰疗 好 这个诊断 以前为什么 总是把它判成神经衰疗 神经衰疗 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抑郁症啊 抑郁症啊 强迫症啊 心经恶劣啊 以前都把它 归了在这里 好 我们医生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为什么我们后来现在把这么分析 就是为了处理 就是这么 其实就是这么概念 你是什么 我们把它分析一点 然后我好 捐科处理 那么效果现在挺好的 这就是这样的 因为在神经衰疗里头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抑郁症 其实告诉大家 还有百分之二三十 其实是胶内症或者强迫症 因为胶内症和强迫症和抑郁症处理的原则 还是又有不同 好 谢谢大家 已经讲了超了一件事 谢谢大家